你曾经回家时,看见自家狗狗兴奋地迎接你,那种温暖感动的感觉你是否还记得呢? 大家好,我是狗哥,欢迎回到狗狗频道。 今天我们即将要谈论的故事,将会让你回忆起这份甜蜜的瞬间。 来自美国阿拉巴马州的一位寺主,养了一只名为潘妮台内的拉拉贵宾混血狗狗。 这个活泼的小家伙与小主人的情感深厚,无时无刻都希望与他亲近。 有一天,这位寺主刚好捕捉到了潘妮迎接小主人放学回家的温馨画面。 从画面中,我们可以看到潘妮乖巧的在家门口的小坡上,等待着小主人从学校回来。 当潘妮一眼望见小主人从校车走下来的那一刻,她立即兴奋地摇住尾巴冲过去迎接她。 小主人看见这个忠实的朋友后,也立即蹲下来呼唤潘妮。 她的眼神里充满对狗狗的深深爱意,这一人一狗的互动充满了温暖和爱。 影片在网络上分享后,立刻引发了网友们的热烈讨论和感动。 他们纷纷留言表示,孩子有这样一只与他共同成长的毛孩,真是幸运。 狗狗的感情真是单纯又深厚,这是多么真挚的勇意啊。 从小就有这样一个情感深厚的伙伴陪伴助成长,实在是一种无可比拟的幸运。 最后,让我们一起来观赏这个温馨而又可爱的画面,并让这份深厚的情感温暖我们的心。 那么你是否也有与毛孩共享的温馨回忆? 欢迎在下方留言与我们分享。 让我们一起分享这份宠物带来的无穷乐趣和温暖。 我是狗哥,关注我们。 每天为你带来专业的狗狗报道。